作詞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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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我是馬他 我一直覺得啊 19歲 20歲這個年紀啊 真的很容易讓人想的特別多 一方面啊明明就還是大學生 另一方面卻眼看著畢業就在眼前 我覺得更多時候啊 會對自己有很多很多的不滿 然後疑惑啊或者是迷惘 但2019對我來說啊 是蠻特別的一年 不僅僅是因為它包含了我的 19歲以及20歲 我覺得啊這一年我還蠻努力去探索 就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長久以來啊 我覺得我很常說服自己說 自己還蠻喜歡念書的 或者是蠻會念書的 但實則不然 或者是更貼切的說 我好像不喜歡念書 不喜歡做實驗 然後也不喜歡做什麼研究 我很喜歡漂亮的事情啊 喜歡旅行 喜歡攝影 然後我覺得也很喜歡在舞台上表演 我自己啊後來才發現我也蠻喜歡 就是做一些事情變得很固執啊 堅持 那時候的自己我還蠻喜歡的 我還記得剛上大學的時候啊 我跟自己說 我可以做一個沒有那麼喜歡的工作 然後把工作之餘啊都畫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面 但就是到了今天啊我才突然發現 我早就偏離了那個剛上大學史原定的計畫 就講清楚一點的話啊 如果可以啊 我不想做一份自己沒那麼喜歡的工作 或甚至啊 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開始有這樣的想法 大概是在今年初 但那時候啊 就是自己 就多半對自己也有蠻多的懷疑的 這一年啊真的是在 失落啊 熱情 迷惘 堅持 就是這樣子 如此矛盾的情緒裡面啊 慢慢的往前行 我覺得有時候大家真的想太多了 再朝自己啊 心之所向最困難的啊 從來都不是別人的知識點點 因為我覺得啊 在別人注意到你之前啊 你可能就是早就一定輸給自己了 堅持不了啊 等待不了 總是希望啊 所有事情會在一夜之間成功 現在我只覺得啊 自己還有非常漫長的一點 如果要繼續前進 因為我覺得異山還有異山高啊 總是在到了一個點之後啊 就發現終點 遙遙無奇 不過我覺得我很幸運 今年啊 還是有被一些些人看見 然後身旁啊 好多人都給了我不少的鼓勵 我還記得啊 去年這時候是我的第一潮期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很積極的人 但去年那時候的我啊 就覺得我好像 沒有真正的為自己 打從心裡想要的東西去記集過 所以今年啊 我真的很努力 感受到了就是 前所未有的感覺 今年啊 簽了三份合約 然後接到了好多次不同的機會 每一次這樣的合約或者是機會 我都有特別的感謝跟珍惜 也跟以往不同啊 2019我沒有滿滿的社團表演 然後也沒有吃不完的朋友聚餐 然後更沒有可以 曬在IG上的一些美照 今天只剩自己 跟自己獨處對話的時間 變得很多很多很多 但我覺得也因為這樣 這一年變得非常非常的踏實 而且是打從心裡的那種踏實 回頭看啊 我才發現 我自己原來已經走了這麼遠 然後好像走出了一條 我覺得 至少還算清晰的路 很多事情啊 我覺得也都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更沒有什麼 所謂比較好的選擇 但對我而言啊 每個人都應該要 把持出一個 中心理念 然後去用在你 所有遇到的事情上面 對我而言啊 我覺得就是 想做什麼就趕緊去做 喜歡什麼就不要放棄 我覺得成為大家喜歡的人 就是的確不容易 但我覺得要成為自己也喜歡的人啊 那更是難 你看2020就已經在眼前了耶 我就是很想把握只有一次的20歲啊 繼續努力的感受生活 然後想盡辦法扭轉我覺得 不夠好的這些局勢 就是希望啊 就是在新的一年 可以成為 更 自己更能去喜歡的 那個樣子 那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可以把握好所有的機會 繼續追求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是馬他 我們下次影片見